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地做的时候就算做得好 可能效果就不能做得好 生有时死有时 有时候就算医护团队尽了最大的努力 都未必敌得过天意 在理性和感情之间 拿捏得准又不失专业 是一门学问 例如说有些病人的病很重 你不能够很有效地即时帮得到他 其实自己都因为这样 也会有时会有不开心 但当然我们不能够长期处于一个不开心的状态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希望可以再想一些新的办法 或者新的治疗方案去帮到病人 很多时候都要有一个同理心去互相去了解的 医生亦都要了解病人的需求 很多时候病人也都要明白了医生 其实很多时候医病或者有时检查 也都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的准确 我相信其实医生以一个的心去照顾我们的病人 医好我们的病人 其实应该都会得到病人的认知和接受 自非男女星期六晚八点至九点 有线材经资讯台